剛剛我們用到那個slide case 這邊就上面的部分 那上面部分呢我是把它改寫一下 這個slide case一樣是會有個頭slide case 那結束的話呢是會叫做and-slide 跟那個if一樣 if然後and-if一定都是頭跟尾 那在slide case裡面呢 主要它的用途是多種條件判斷的話 會用slide case多種條件判斷 不過呢實際上你不用那個slide case 其實用if當然在這裡也是可以 就是有時候我教同學就說 如果你slide case不會沒關係 但是你用if就可以了 用法差不多那怎麼來用 比如說呢第一個 因為我們這邊的邏輯你要很清楚 因為這邊的話第一個邏輯 以後你要去寫出你自己的這個句集 或者你的這個VBA的 你要去判斷你要去思考說 你的這個邏輯的可能性有幾種 那你就可以有幾種條件 比如說呢我要分析 第一個它有可能的狀況是 第一個它的這個現實名稱 那它的字數呢一定都是六個字以下 六個字以下 這第一種狀況 第二種狀況是如果我說你讀的時候呢 裡面沒有東西的話 那它的字數的長度一定是零 沒有裡面沒有東西 再來的話呢 另外一種是它有區域名稱 加上Ud區號 不過中間有空白了 一定都大於六個字 所以也是跟剛剛一樣的判斷方法 那我們如果說要把slide case改成if的話 該怎麼改呢 三種條件 第一個 一負 那也一樣用len好了 len 刮斧 m的話就是把儲存格裡面的資料讀進來 如果它等於0的話呢 表示它裡面是空的對不對 如果是空的話 then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不要做任何事 一種 或者是第二種方法的話呢 你可以在底下加上一個什麼 is this fall is this fall就是跳開回圈 就不要去做任何事情 跳開回圈的話呢 就往下繼續跑回圈的意思 那我試過啦 這一行有沒有寫好像不影響 不影響 這第一個就是 如果說它裡面是空白的話 就不要做任何事情 因為跳過了 再來的話呢 第二種